近日已经消失了快两个月的郑爽突然出现在上海机场中 没有想到他却被拍到当街哭泣的画面 让不少粉丝都非常好奇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日下午郑爽的爸爸郑成华发微博解释 称女儿哭泣只是因为一时着急找不到路 当时小爽现身机场后独自称租车离开 之后他在快餐店都有三个小时买了两份玩具 一通电话后郑爽情绪崩溃返回店中将玩具送给服务员 打电话时当街落泪 而绯闻男友胡彦斌生液与友人现身KTV 或美女相伴 卖最后他已站不稳大吼大叫 我要纷纷表示我家的鹿吃宝宝 以后找不到汪文路人别把自己丢了